另外是美国小儿科学院 最近公布了一项新的调查 全美有至少两成的青少年 曾经透过通讯软体 传送色情的讯息 也因此加州众议会特别表决 通过了一项AB2536法案 给予学校权利可以开除这些 传送骚扰或羞辱影音的学生 那么提出这项法案的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就表示 许多不雅的照片 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被偷拍上传 类似的骚扰行为 不止困扰青少年 甚至可能引发自杀的案件 也因此法案不止杜绝了网络性霸凌 也教育学生不可以滥用网记网络